嘿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小猴 今天带来一款非常魔性的游戏叫做手掌之王 这个游戏是 两方对决的游戏 通过视频可以看出啊咱们现在是在铁笼里边 游戏的淘汰核心的打斗玩法是 掌嘴也就俗称这个打嘴巴的 这个的话你看就比较逗了咱们 只需要给对方掌嘴 看谁掌嘴的力度大然后 谁就 会打出更狠的力量啊然后 把他给 打出局 那这个游戏还是比较逗的咱们只需要 看到中间这个 力量的打击器啊 然后 当他进入到中间的时候最最中间咱们是可以打出我们自己的力量最高伤害呀 不要以为他这个两头是红色的红色是 力量强但其实绿色在中间是最强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标法了绿色在两边中间是红色那么红色代表最强一击 那每完成一关咱们可以在下方升级我们的能力 如果你不升级的话咱们进阶对面肯定会比你强啊 咱们肯定是打不赢他的 所以最好是掌握当这个 光标马上移动到中间深绿色这个位置 在浅绿色的时候咱们就按他最终会在深绿色这个地方停住 一般铁龙都是你这个自由搏击什么的在里面打没想到还有在里边玩打嘴巴子的 长嘴 那每当人物的血量被降低时他的这个脸上会出现很重的伤哎这个人不说是打嘴巴子吗怎么还用脚了呢 如果你没有掌握好的话咱们可以等待第二波 好的成功把他打出牢笼 这个的话算是一个奖励机制目标只要我们 按照攻击以最大的输出形式打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不色的皮肤但是你可以必须通过联网的形式 那也就是说你需要观看商业广告才可以获得 这个的话你看咱们又进入到下一阶段了 这个应该是从之前又来到唐人街下边这个生命跟力量是我们需要升级的 那升级以后血量增加攻击力也是可以增加的 你看这个人是一脸现奏的表情啊这也太逗了 好成功给他打出去 他还剩四滴血只要他打不出一级必杀咱们就可以把他露出擂台 你看他被打还在一脸的狂笑啊 这个人也太逗了直接打出去 好咱们获得了一个新高分 这个一脸的这个头肺是非常的非主流啊然后所谓是用刺头这个机关子头啊 那么咱们对这个机关子头选手使出重磅一击啊因为刚才咱们已经是升级了一波 可以打出更高伤害下一波咱们必须要打85不然的话他两次 有可能会把咱们给打败啊 823差两滴呀 那如果他的攻击是大于等于93咱们就输掉了 哎好像他的力量也不是很强啊像18滴那咱们剩下两滴攻击任何地方都可以把它打出去 好升级好准备一波 我去这一巴掌打的还是比较强的 我去他又向我们攻击了 好的成功将他打出擂台 这个也是属于是奖励模式的关卡 那本期游戏呢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们的视频请订阅手库玩 我们后续会推出更多精彩有趣的内容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视频好好试看